现在大家看到这一款头灯是G60 光明大将的 这一款太贵了 我估计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价格 但是它的亮度真的 这一堆 这一大堆 我都不想用了 我就用这一款 平常出去打猎的时候 我都是携带这一款 包括那个邻居啊 过来借啊 都是用这一款 它说你平常用的那款大大的那款 都是想要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太亮了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款光明大将的G60啊 它侧边还带有这个侧灯的啊 那么它还带有电量显示 这边呢还有充电孔 还可以从手机用啊 来 这个无级调节 这个无级调节呢 这样子慢慢的开 慢慢的开 开到顶的话是最亮度最大的啊 它就像我们开水龙头一样 开越小呢 它就那个灯光啊 就没那么亮 然后随着这样子旋钮拧 它就很亮了 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亮度 这个不用记忆了 这一款太亮了 你看 那个整条路啊 都亮完了 你看 呵呵 这亮度 牛啊 一片光明 然后它的灯心啊 就比较大 要是它的灯心像那种G30那种 那种那么小的话就无敌了 它这一款啊 它就是比较大 周围啊 都亮完了啊 这一款灯 啊 现在呢 我从这一边照过去啊 你看对面那里都是几百米啊 非常的亮 哎 这一款那么贵的灯不用说了 这个亮度啊 就是它的中心点 这一个 有点大了 要是再小一点就无敌了 但是它确实太亮太亮了 这一款光明大这样G60啊 它亮是够亮了 但是它的价格太贵了 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当然呢 贵有贵的好 贵它才亮 它才好嘛 所以说这一款头灯呢 一般都是一些看鱼塘啊 看那个大草地啊 还有一些看果园啊 那些老板买的 因为 比如说我看鱼塘哦 我从这里照过去 对面那些别人钓鱼 一照过去 我有那个人被照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 我们用这一款头灯 拿来看鱼塘 看草地啊 一些 比较大的那些果园啊 这一款最好 一照过去一目了然 并不像那种个两三百能 我要开灯了 怎么停电呢 那个 突然停电了 并不是那些两三百块钱 那些灯啊 可以比得上的 这一款 确实无人能敌啊 好了 那么 要是有朋友 需要这种大灯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好了 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 怎么停电了 我觉得